今天我們繼續來守望烈國 今天我們要看的城市就是香港 我們現在看看香港的疫情是怎樣 我們知道香港的疫情從很高峰 就是現在確診的人數 根據政府的數字是過百萬的人 最高峰的時候幾乎有接近10萬人確診每一天 但是回落到現在只有幾百人 三位數字的確診的人數 政府在4月 就是這個星期四 我們把PP打出來 4月21號已經恢復一些的限聚令 就是說恢復晚上可以吃飯吃到10點鐘 有些的戲院 有些的好像教會也可以開放 也可以聚餐也可以四個人 已經換放 已經那個睡覺聚令已經出事 已經4月21號已經就是可以放寬這個出事 但是這個專家就是醫療的專家助理教授 國健安 他訪問的時候就是說 雖然第五波疫情好像到了三位數字 但是我們要為第六波的疫情來預備 為什麼呢 我們為什麼要為第六波的疫情來做預備 根據他講就是說現在大概有四個危機 有什麼危機呢 第一就是香港的市民 如果你接種三針就是那個水平非常的低 我們要知道Omicron這個病毒 如果你打一針兩針都沒用的 只要打第三針才是有那個保護能力 但是香港的人現在打到三針的水平非常的低 那第二個危機就是什麼呢 他是八十歲以上打第二針的 打第二針只有四成香港人 就是講解八十歲以上只有四成的人 打到第二針 所以他就是說這個病毒一直在香港 那香港的接種的水平 疫苗的水平也那麼低 他說到了暑假七月八月的時候 那個每個人的疫苗的抗體水平都會降低 到時候香港可能會接近六百萬人確診 這是他的他的預計 當然他自己也說 我都不想這個事情會發生 但是他是一個很準確的專家助教教授 因為其實在第一波疫情出現的時候 他已經說數字一定會上升的 他已經說了 所以現在他在講了 所以很多人都是 就是他覺得他講得很準 就是以前講得很準 現在他所講的香港 暑假以後會不會有六百萬人確診呢 那他大家都在考慮他的報告了 都在重視他的報告 那香港是我們要怎麼樣去能夠有一個出路呢 就是現在政府所做的 我們看第二張PPT 那因為第一波疫情呢 就是長者的死亡率很高 也是因為接種的 接種率很低嘛 長者 所以其實香港人要打第四針 是在B型的一個行動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特首林匠月娥 已經打第四針了 她自己已經打第四針 我們看左邊的PPT 然後我們看到已經政府的官員 政府很多的行動 已經不是說你們來打針 長者 只是那些疫苗的針是找人 找長者去打 他們去到安务院 就是老人院去打這個 幫他們打這個疫苗 所以我們看到政府真的很努力去阻止長者 去感染 而且他們上一波的疫情 第五波的疫情 有一個問題就是 沒醫院住嘛 就是很多人都確診了 也沒有醫院去可以住 那現在有一個口服的藥 可以你吃了以後 會讓你可以自己在家裡吃了那個病毒 就離開你 就是可以消除 所以我們看到 如果這個口服的藥 可以真的很普遍的話 連私家醫生都可以開給你吃 就算你中了新冠病毒 你在家裡吃就可以好了 那就小了人去醫院 所以他們就是希望這個口服的藥 如果有100人感染 以前就有50個人要去醫院 他希望真的有這個口服藥 可以降到10個人去醫院 所以我們就是繼續來為這個疫情 為香港的疫情來禱告 第一就是香港的市民要預備打第四針 然後第三針就是沒有打第三針的人 要盡快去打 然後配合政府的一些的促師 希望真是這個第六波的疫情不回來 香港我們自己要做好準備 這個疫情再來的時候 然後香港也配合政府的促師 我們一起來為這個第六波的疫情來打告 是的 主我們真的要來呼求祢 來幫助我們 讓這個疫情一波又一波的當中 當專家說會來到第六波的時候 真的我們感謝政府給我們不斷的 市民很多的措施來幫助我們 好不好 我們同行來禱告 讓神的恩首領導 讓所有一切政府的 所有一切的措施都有神的沒在當中 賜給我們的香港市民滿有崇散的平安 主啊 這一刻我們來禱告 主啊 我們來說 祖求祖祢幫助我們 在疫情的專家的呼籲的當中 所有市民都可以盡快的去打第三針 甚至預備自己能夠打第四針 讓整個疫情在這個過程當中全然消失 透過疫情的施打 所有的一些冠狀病毒 都不能有任何的不斷的擴張和彰顯 第二個 我們能為政府能夠盡快 幫助我們的長者 80歲以上的長者不要害怕 讓他們勇敢的來接受打針 以至於他們的生命上 他們的身體上有抗體 以至於過去在第五波 第四波裡面 所以一切醫院的大癱瘓 大塞車都能夠有美好的一個解決 你幫助我們的長者 在整個過程當中裡面有平安 第三點 我們也為著市民真的可以配合 我們的政府單位 有關的疫情的防範專家 在整個一個同心合意的當中 奉主耶穌的名宣告 第六波的疫情絕對不會在香港出現 也不會在全地出現好不好 我們通向我們來開口 讓我們今天來禱告 神祢來激烈我們所有一切的禱告 我們在當中 接种第三针 还有预备接种第四针 主要我求你给政府智慧 赐给政府能够吸收 过去的经验教训 能够做好清晰的疫苗的指引 给市民有正确的认知 能够去尽快的接种第三针 也预备接种第四针的疫苗 主要求给这个百姓 他们顺服的心 除去一切的恐惧 尽快去接送 主要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 哈利路亚 主 你是奇妙测试 求你除去我们香港长者的恐惧 以及长者家人的恐惧 能够相信接种疫苗之后 这个死亡率和染疫率 会比未接种低 并且主要求你普遍口服药 好让我们能够减低入住医院的次数 并且让香港的医疗能够在一个稳定正常的里面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啊你在《初爱经》十五章二十六节这么说 香港啊你若留意听烟花你神的话 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神的诫命 守神一切的律律 神你就不将所加给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香港人的身上 因为神你是医治我们的神 耶稣拉法 主啊祢是祈日子 是的主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即将要放宽一切的限距离 主耶稣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在这个放宽限距离当中 我们真的有一个美好 跟我们的主灵右舍 跟我们的弟兄姐妹 跟社群一个美好的连结交流的时候 我们带着一个信心 缺压的心 但我们的心也是精心精守的 主所赐的 在复佛的主里面有大平安 主我们要领受你这个大平安和复佛 复佛我们的关系 复佛我们在社群当中 过去的疫情里面 我们都没有很好的一个连结 主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的时候 主宣告 神你的平安必领到我们当中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